大家好,我是徐伟珍老师 你知道吗?在台湾《通史序》里面呢 有讲到思卡罗哦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节目呢 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哦 我们这一系列的主题呢 要讲的就是日剧时期的汉语古典文学 代表作家与作品 这系列会分成六大主题来介绍连横 今天这集呢会让大家脑补很多内容 建议可以多吃三碗饭再过来听 这样呢你就会饱到想睡觉 就不会想要转台了哦 因为呢我们这几集讲的 台湾《通史序》第二个主题 下方的细项是要讲解 台湾《通史序》的第二段白话详解与翻译的解释啊 而呢这里面刚好就有几个战争故事啊 其中一个就是有关于目前最红的电视剧 斯卡罗的故事 在听之前呢 没有听过第一段内容讲解的人啊 要记得回去听哦 台湾《通史序》呢 它曾经是长达34年的高中国文课本的课文 因为内容中的毕露蓝绿一起相邻呢 被认为是殖民者的史观 开山抚翻这四个字呢 也被认为有歧视的意味 不符合现在政策的多元文化精神 因此呢 现在台湾《通史序》呢 已经没有出现在课文中了 那我们来念一下第二段的内容 佛台湾故海上之荒岛尔 毕露蓝绿一起山林 至于今世赖 故自海通以来 西里东间 运备之躯 莫可阻恶 于是而有 因人之意 有美传之意 有法军之意 外交兵货 相避而来 而旧志不及载也 草则群雄 先后崛起 株林以下 折起冰龙 蝶血山河 戒言恢复 而旧志亦不被载也 旭以见省之意 开山抚翻 西江争立 正经界 扯军房 新途仪 立教育 当举目张 百事俱作 而台湾气象 一心已 我们来进行内文详解 佛台湾故海上之荒岛尔 福是翻语词无意 故是本来的意思 和台湾故时也的故一样 就是本来的意思 壁路蓝绿一起山林 壁路呢 是指金竹编制的柴车 壁路的壁呢 是写草字簿的壁或是竹字簿的壁都是可以的 蓝驴呢 是指破烂的衣服 蜜字旁的驴呢 是麻线的意思 蓝驴的驴除了蜜字旁之外 也可以写成衣字旁的驴 那衣字旁的驴呢 在名词上就是指衣巾 当形容词用的时候呢 就是说衣服破烂的意思 蓝驴两个字呢 也同时可以写成 一字旁的蓝驴 一字旁的蓝呢 是没有缝边的衣服 所以呢 蓝驴就是衣服破烂的样子 壁路蓝驴这四个字的成语呢 就形容创业经历的苦难与艰难 移起山林 乙是用以用来的意思 虽然旗本身有开旗的意思 但是不要把它翻译成 推着简陋的裁车 穿着破烂的衣服 用来打开山林 不要这样翻哦 这里的旗要翻译成 开墾开发的意思 就是在很贫困 物资很缺乏的状况下 仙人呢 在台湾这座荒岛上进行 开墾山林的工作 至于今世蓝 是至于今蓝市的岛庄剧 这整句的意思是说呢 我们到现在之所以能够 在台湾安居乐业 全都依赖仰仗于祖先们的 不畏艰辛的渡海来台 开辟台湾这座荒岛 让我们现在能够得以在 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 故自海通以来 故是但是的意思 自是自从 海通指的是海外通商与贸易 在西元1858年 清闲丰八年的时候 的鸦片战争呢 又被称为第一次的英法联军战争 当时呢 蜻蜓战败了 于是签订了天津条约 那在天津条约中规定呢 台湾要对英国 荷兰 法国 普鲁士 比利时 意大利 澳大利 丹麦 西班牙 葡萄牙 美国 日本 秘鲁 巴西等国呢 开港通商 允许这些国家来台湾 而这份天津条约的中文正本呢 是繁体中文 现在呢 被典藏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恒温恒时的库房保存 那以台湾的海外通商来说呢 其实要追溯到更早的时代 台湾在不可考的时代 就已经跟大陆有海上贸易了 甚至在古原住民时期 全球南岛与族的迁徙的时候呢 那又更早了 在荷兰统治台湾之前呢 日本人也已经在跟台湾贸易了 那最正式的记载呢 刚好跟正式有关 有没有很像老口令 在1670年的时候啊 明镇时期的台湾统治者 正经 就已经跟英国签订通商条约了 这是台湾第一个正式的外交缔约哦 英国人呢 也以台湾国王来称呼正经 下一句 西立东奸 意思是西方的势力啊 像是文化 知识 商品等等 向东方上路 在政治 经济 等各方面的影响 东方社会的现象 我们来看尖这个字啊 我们可以知道呢 中文真的是地球上最难理解的语言 我们一般将它念成贱嘛 贱贱 适当形容词来用 意思是逐步的慢慢的 如贱贱啊 逐贱啊 在当动词的时候呢 就要念成贱 意思是流露 影响 渗透的意思 像是史记的或纸传里面就有说呢 这个批跟奸呢 就是渗透影响的意思 还有西立东间的肩啊 也是渗透影响的意思 运会之躯 莫可主二 在时运机会的趋势之下呢 不能阻挡与停止 主二呢 是同意附词 意思是阻挡与停止 那西立东间 运会之躯 莫可主二 对于那些生活在旧时代与新时代 过渡期的人们来说呢 感受更加的深刻 在第15集的时候 我们有讲解 蒋梦林的西朝选读啊 里面有写到许多当代的名人 包含他自己被西方思潮影响的描述 现在也来为大家选读一小段 关于蒋梦林西朝 对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描述 不论是中文书或者英文书 他把可能节省下来的钱 全部用来买书 他读书不快 但是记忆力却非常惊人 孙先生 博览群书 所以对中西文化的发展 有清晰的了解 透过这一小段文章的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对 西立东间 运会之躯 莫可主二 这样的状况有所了解 即使呢 是像连横这样传统的古典 文论 对此也有很深的感受了 于是 而有英人之意 有美传之意 有法军之意 外交兵货 相逼而来 而救治不及宅也 于是 在台湾开港通商 有了对外贸易时呢 因为种种事件 跟外国人接触频繁 造成西方文化的影响与渗入 有哪些事件呢 他举例有 英人之意 美传之意 法军之意 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 英人之意呢 是指发生在1841年的大安之意 大安之意呢 又被称为 纳尔布达号事件 台湾之意 基隆之意 纳尔布达呢 是英国战船的名称 听起来有点像是阿里布达 这次的战争 跟第一次的鸦片战争有关 当时英国人呢 想要占领台湾 以台湾作为鸦片贸易的据点 并且想以鸦片控制台湾人 于是先后在台湾的基隆 就是今天的基隆市 还有大安 就是今天台中市的大安区 发生战争 最后呢 实在因为是太阿里布达了 英国人惨败 在近300多名的船员中呢 只有11人生还 那所谓的美船之意呢 就是发生于1867年的 罗发号事件 在1867年3月呢 美国商船罗发号 因为遭遇船难 14名船员于施归林海上一带上岸 被斯卡罗人认为是侵略者 那船长约瑟航特 还有他的妻子梅瑟航特呢 等13个人都被杀了 只有一个幸免的水手呢 他就逃到达狗 就是今天的高雄 向英国的达狗领事馆通报 英国军呢 原本想先上岸再看一下状况嘛 但是他们就是被斯卡罗人袭击了 所以呢 上岸不行 他们又用炮轰的方式 想要吓唬斯卡罗人 但是斯卡罗人呢 他感觉也不太害怕 可能平常就被吓大了 所以就是很普通很一般啊 所以英国人就向蜻蜓官府求助啊 当时蜻蜓呢 就是以熟蚓生蚓的礼蚓政策来治理原住民 那斯卡罗人呢 是属于生蚓的部分 因此清朝政府就不愿意介入他们的酒粉啊 那是你家的事情啊 那美国驻厦门的领事馆李仙德呢 在四月来台 再次请求清朝政府呢 你跟原住民去交涉吧 那清朝政府再次的拒绝 那美国呢就用大炮火炮来攻击斯卡罗了 但是斯卡罗人就好像是无敌铁金刚一样 不但不怕美国战船的船间炮利 还把带头的官员给杀了呢 因为打不过斯卡罗人呢 美国人非常的愤怒 李仙德呢 他就在九月四号来到台湾 再一次请清廷出面处理 那清廷呢 就很勉为其难的派人员 陪同李仙德呢 跟斯卡罗人来沟通 在十月十日 美国与斯卡罗人口同协议下呢 搭成了南甲之谋 斯卡罗人归还船长 杭特夫妇的手机以及物品 李仙德呢 在此事中获得 大量有关台湾原住民的资料 后来呢 台湾牡丹社事件发生的时候 李仙德就被日本聘认为外交顾问 专门用来对付台湾原住民 后来呢 还是发生很多的传难事件 那清朝政府呢 终于在1875年的时候呢 在恒春设立了鹅鸩笔灯塔 保障台湾海峡东南部与巴士海峡的海上运行 还有作业安全 再来我们来看什么是法军之意 在1858年的时候呢 天津条约中规定 台湾必须要开港跟列强通商 在1883到1885年的时候 为了抢夺越南中祖国的权力 清廷与法国发生了中法战争 在1884到1885年的时候呢 战线延烧到台湾来 主要是因为呢 法国看上了基隆丰富的煤矿资源 就想占领北台湾 然后借以控制中国沿海的贸易 1884年8月5日 法军呢 先对基隆开炮攻击 后来败退 他就改攻打淡水 攻打淡水 他又失败了 又从大刀城方向 想要回攻基隆啊 但是又非常的不顺利 他原本呢 他是想要以基隆为一个根据地 然后继续进攻台北 但却把自己困在基隆里面了 那法国人呢 觉得在台湾的战事上 一路上都很衰啊 所以在1885年3月的时候呢 他为了想转运 就改攻澎湖了 看看能不能不要那么倒霉 但是呢 法国的海军中将 孤拔却因为霍乱 瘟疫病死在澎湖 根据后来的研究发现呢 法国在基隆淡水澎湖的司令呢 得出师不力呢 都是因为当时 台湾有很严重的霍乱 瘟疫 使法军死于瘟疫的人呢 比战时的人还要多很多 可以说呢 这场瘟疫就是拯救台湾与澎湖的神队友啊 一百多年前的这场瘟疫呢 也改写了台湾的历史 台湾偶像剧废财场天关 也是以瘟疫为主线而发展成爱情故事 赵子墨的未婚妻方瑶 为了拯救瘟疫的病人而感染瘟疫过世 赵子墨呢 他就三尽家财拯救瘟疫患者而成为财神了 而芳瑶的姐姐芳琼也变成瘟神 在一百多年后呢 瘟神与财神又回人间投胎 然后他们就开始演偶像剧了 于是 而有因人之意 有美传之意 有法军之意 外交兵获相逼而来 而救之不及宅业 我们刚刚已经讲解过 因人之意 美传之意 跟法军之意了 我们可以欣赏一下这文句啊 简单的变化 他不会说 有因君之意 美君之意 跟法军之意 而是说 因人美传于法军 以不同的字呢 作为代范 使得文章丰富了许多 外交兵获相逼而来 而救之不及宅业 这些外交事件 这些战争事件 都接连而来 而这些事件 在以前的史书啊 都还来不及被记录下来 我们来看 相逼而来这四个字 相逼呢 本身是逼迫迫害的意思 像是苦苦相逼啊 但这里的相逼呢 是破境的意思 相逼而来 就是破境而来 意思就是接连不断的来 救治呢 就是以前的史书 以前的史书呢 都来不及记载这些 台湾发生的国际大事 原下之意呢 就是现在我写的新的史书啊 就是为了要把这些 台湾发生的事件 都记录下来 因为呢 他还记得啊 他在13岁的时候 父亲告诫他的话 鲁维 台湾人 不可不知台湾事 接着我们来看 下面的文句 草泽群雄 后仙崛起 草泽就是草莽水泽 皆大为乡野民间 群雄呢 就是一群英雄 群就是很多人 雄就是英雄 后仙崛起呢 就是先后崛起的意思 崛起呢 就是出现啊 新奇的意思 草泽群雄 后仙崛起就是 乡下民间的英雄们 都先后的出现 朱林以下 折起冰龙 朱林呢 就是朱一贵林爽文 朱一贵林爽文 这些人呢 就是前一句写的 草泽群雄 意思就是说呢 以下的意思 就是以后的意思 在朱一贵林爽文以后 折起冰龙 折是往往的意思 起就是引发的意思 冰龙呢 原本是武器啊 军队的意思 然后就我在这边 借代为战争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句 蝶血山河戒严恢复 口部的蝶呢 同竹部的这个蝶 等于是踩踏的意思 蝶血呢 就是形容杀人众多 踏血而行 蝶血山河呢 就是在山野河边呢 都是一种踏血和行 踏血而行 施痕遍野的状态 那旁边有一张图呢 给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就是走在实验上 踏血而行的画面 那由于这样的画面 太过血腥了 就把这个图呢 弄得比较小一点 但因为本节目是普遍集 还是怕画面太血腥了 所以呢 我就把踏血而行的图呢 改成踏垃圾而行 这样你就不会害怕啰 那为什么会跌血山河呢 答案是戒严恢复 戒严呢 就是借口为号召的意思 那恢复的意思呢 就是打败清朝 恢复明朝嘛 也就是反清复明 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 《鹿领记》中呢 天地会的成员 都要在脚底上刻上 反清复明四个字 连去大卖场呢 也都可以看到哦 婴儿的脚底上 也会写反清复明 这四个大字 那天地会的总舵主 陈敬南的原型呢 就是我们上一集所说的 多才多艺的陈永华将军 他不但有建筑美学的思维 又有商业头脑 还倡导台湾最早的义务教育 有兴趣的人呢 可以回上一集回顾一下 后来呢 陈敬南呢 他就说为小宝当徒弟嘛 要帮他在脚底上刻 反清复明四个字啊 也就是说左脚刻反复 右脚刻清明 合起来就是反清复明 但因为时间不够的关系呢 所以他就只帮他刻了一只脚 就跟我小宝说呢 另一只脚啊 你自己找时间刻上去吧 结果我小宝刻了 重央两个字 这样的话呢 如果见到明朝的人呢 他就秀清明的脚底 如果他遇到清朝的人呢 他就会秀重阳的脚底 说自己孝亲尽主 两边都不得罪啊 所以呢 戒言恢复就是以反清复明 作为口号 那台湾在经历内幼未患之后 清廷也应该要有所作为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在讲 清朝政府对台湾的作为 旭以建审之意 开山府翻 西江真利 正经界 仇军房 新兔仪 立教育 方举目章 百四句作 而台湾气象 一心仪 旭以建审之意呢 旭就是接着 接着有让台湾建审的提议 其实很早就有官员 奏请台湾建审的提议了 而且还不止一次 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那在中法战争之后呢 台湾的战略地位就更加重要 后来台湾终于在1887年建审 那我想如果继续再讲这些历史故事的话 可能会讲到明天的天亮吧 所以后面就用单纯翻译就好了 开山府翻就是开发山地 然后照更多人走的路啊 然后在安府原住民 其实呢 说好听是安府 说不好听就是灭族了 再来呢 西江真理的意思就是说呢 划分行政区域 增加官吏 政经界 离政农民田地的分界 酬军房 酬谋策划一些台湾的军事防卫 新土仪的新呢 就是新办创办的意思 土仪呢 就是适合土朗跟做的职务 那不要把新土仪翻译成创办适合土朗跟做的职务 这样子非常的石板 而是要翻成种植经济作物这样就可以了 立教育呢就是鼓励民众接受教育 当举目章就是列举大纲细节就自然不现了 百事巨作 而台湾气象一心意 百事巨作 无数的项目细节都新办好了 在台湾建省开路 划分行政区域 增加官员 移清田界 筹备军房 种植经济作物 鼓励民众接受教育等种种措施 一一下来呢 大的项目有了 小的项目也自动浮现了 越来越多事项渐渐完备了 所以呢 额额台湾气象 一心意 让台湾有了崭新的面貌 气象一心呢 就是形容 人或事物有了崭新的面貌 比如说我这次换了紫色的背景 使整个投影片呢 都给人气象一心的感觉 那台湾通时区的第二段翻译呢 终于讲完了 你睡着了吗 记得要醒来了哦 那这集影片很长 如果想要快速回顾的话 可以去说明栏中 有投影片可以看哦 那下一集台湾文学史概论25集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哦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